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 繼續和大家說回未來7月14日 星期三跑馬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 獨贏及位置過關 三穿四 這次和大家買過關,買三關 上次提供的那三隻馬,全部都入了架 但是臨場的時候被人打到熱鬼了 不是那麼好分,所以也不是那麼滿意 所以在接下來的賽馬日 就打算買一條懶的過關 撿三隻懶馬來買 雖然說那三隻都是懶馬 但是我認為那三隻馬都是有機會的 那到底這次我們會買到哪三隻馬匹呢? 那這次我們這條過關的第一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五場 那這場第五場 就是我們的四班草地B蘭 1650米的賽事 那在這場馬上 最近都有幾匹馬是說贏了 分別就是這三號的嘉才 和七號的日就月章 那這兩匹馬最近都跑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的這場馬 這兩匹馬應該就會做熱門 那這隻嘉才更加會做熱門 因為接下來這場 這隻嘉才是由周俊諾來騎 周俊諾這位騎師 最近禁火熱 和何宅堯爭的高東尼獎 那他騎到這些實力馬 應該都會成為大熱的了 那這一匹馬雖然有實力 但是接下來的這一場 我都未必會選擇到這一匹嘉才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那原因就是因為 這一隻嘉才 接下來的這一場 又換騎師 又換牆壁 大家看看這隻嘉才 上次贏 雖然他贏得很誇張 上場他贏馬的時候 但是上次說的是 在贏沙田泥地 但是接下來這一場 又轉場地去跑草地 那還要換了人 上場贏馬的時候 是說用莫女拉 接下來換阿周俊諾 上去 那我覺得其實實力 就會削弱了 而這隻嘉才 其實不是一隻 那麼容易贏的馬來的 你記得到 其實這隻馬 在今季 已經騎了很多次了 都放過不同的大師傅上去 但是都不是那麼容易贏得到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隻嘉才 接下來這一場 應該不是那麼值得來賭 所以接下來這一場 都沒有選擇到這隻嘉才 至於今場馬上面 我們會去到買哪隻馬呢 那我認為 其實這一場馬 有另外一隻馬 更加值得去買的 說的是哪隻馬呢 說的是這隻 十一號的 熊富之王 那我認為 其實這隻熊富之王 最近的表現都不差 而且這一隻馬 接下來這一場 就轉了何澤堯劇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何澤堯都是要爭高東來獎的 那不只是要注意周俊諾的 何澤堯都要留意的 大家 大家留意 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何澤堯的手馬都很厲害的 雖然周俊諾的手馬都厲害 但是何澤堯手馬都很厲害的 千萬不要忽略這個騎士 而且我覺得 何澤堯未來這一場 這一隻懶馬都有機會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一齊看這隻熊富之王 那個賽梯先 那這隻熊富之王 在今季就跑了六次 跑了三次沙田草地 三次跑馬地草地 至於路程方面 這隻馬就由1200 跑到1650米 越增越長 而成績方面 越來越好 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隻馬一開始就跑9910 那樣的名次 但是去到最近 跑回跑馬地 1650米的時候 就跑第五 已經是越跑越進步 越來越好 而且我跟你說 這隻馬上場 它是受困 它是被人困住了 它是被人搏住了 它都是能夠 在最後沒斷衝得好 到底它上場怎麼跑呢 一齊去片看看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一齊來認一認 到底哪隻馬 是熊富之王 先 熊富之王 就是這裏的 這隻 六三 紅色戰爪已經指著它 大家一齊看看這隻馬 上場怎麼跑 首先好 外面三隻 荔枝贏 快步速 追出仲德威 五隻馬平排走 跟著後一層的馬 有這隻灰馬 印鈔工廠 大約跟著它第六 內蘭第七位 就是這隻超方華 後面四匹馬 後面五匹馬 紅富之王 站剛最醒 站剛最醒 就向尾四 尾三馬主升肺 尾二是真錦 暫時墊後的馬匹 是那隻大紅心 接近對面直路頭 前面帶頭的馬 是荔枝贏 仲德威跟前來跑 在第二位 第三位 外面就是這隻 有德精彩 守住內蘭 第四 粉紅衣 天衣無縫 第五位的馬 還有紫色衣服 外面快步速 中檔位置就是超方華 大約跟著是第六 鎖後的馬 印鈔工廠 紅富之王 綠色衣 尾五 尾四 站剛最醒 後面三隻馬主升肺 真錦 暫時墊後 戴面枯一隻 都仲是大紅心 去到對面直路尾 接近六百 前面還是荔枝贏 第二位就是仲德威 內蘭第三 粉紅衣 有天衣無縫 第四位的馬 有得精彩 內蘭第五 有超方華 移了出來 二搭是橙色帽 在外面蓋 有站剛最醒 快步速 再後多層的馬 扔出去外面 還有真錦的馬 正直路 外面一鼓再蓋過去 就是這隻站剛最醒 好了 到了這個位置 大家見不見得到 這隻紅褲之王 其實被幾隻馬 扔住了 前面幾隻馬 旁邊 左邊一隻馬 扔住了 搞到他出不來 但是 到最後 這隻馬 都能夠衝得好 大家一起看下去 看看他之後怎樣跑 再看到裡面快步速 兩隻馬 中間還有超方華 上巾 外面是真錦 最後一百米 站剛最醒 走不掉了 超方華幾個節目 將他追過 外面位置還有真錦 外面的馬 超方華贏 跑第二名的馬 相當接近 外面位置是真錦 因為終點那一步 好像有機會過到 站剛最醒 但是就要拍照 第四名 是馬主聲輝 結果這場賽事 跑得對一點 這隻超方華 就已經贏到沒得跑了 第二名 跳下去是真錦 機會好像高一點 不過就要拍照 前面那隻是站剛最醒 第四名 馬主聲輝 全部雙數都回來了 超方華這次要保重 最後都是大日本 有個快點的步速 跑第二真錦 第三 站剛最醒 第四 黃色衫 馬主聲輝 好了 整場馬就看完了 大家看不看到 紅富之王 最後怎樣跑 那隻馬呢 一有位的時候 即時在兩隻馬之間 穿插出來 看不看到 那還要 看得到這隻馬呢 是有勢的 是吧 最後 末段的衝刺力 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呢 不差的 那 紅富之王 這些三歲馬呢 這麼年輕的馬呢 看得到 他在這一季 短時間之內 進步這麼多 我覺得這隻馬呢 下場 即是 接下來一場 其實可以 期待一下他的表現 因為我覺得 這些馬呢 他不斷 由1200米 真情真到 1650米 還要越跑越好 這些馬 來近一場是有機會的 那 不是這隻馬 一真上去跑馬地 草地 1650米 賽事就跑得好 那 但是這隻 紅富之王呢 在最近這一場 能夠衝近 那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隻馬都不差的 那 來近這一場呢 我覺得這隻馬 值得一搏的 而且這隻馬呢 又夠懶呢 十幾倍的懶馬 是吧 所以其實我覺得 來近這一場 幾值得去買回來的 那 所以 在來近這一場 就想試一試這隻 11號的 紅富之王 來買回來 好了 講完我們第一關 會選擇到的馬筆之後 來講回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的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九場 這場第九場 就是我們的二班 草地B蘭 1200米的賽事 來的 在這一場馬上面 我會選擇這隻 8號的 智力童心 那 為什麼會選擇這隻馬呢 原因就是 因為這隻馬 我覺得它上場 其實跑得不錯 那 為什麼說它上場 跑得好呢 我們一齊看看這隻 智力童心 上場如何跑 先 一齊去片看看 好了 一開閘了 我們一齊來 認一認 到底哪隻馬 是智力童心 先 智力童心 就是這裏的 紫色衫的 紅色戰爪已經指著了它 一齊看 智力童心 上場如何跑 不說膽大威猛 外面開心威龍 第五位 藍眼咒無敵勇士 最後多層 還有大雷鳴在外面 最出是行星夢 塞進來欄 慢慢壓進去 紅衫白帽 神之水滴 中多位置 還有落滿罐 尾五紫色面枯 合火紅心 後面四隻 時事順意 成才 黃詐 暫時包尾 心之行來的 轉彎的時候 膽大威猛佔先半個身位 開心威龍上去拉它 第三位的馬 還有這隻智力童心 再看到內蘭第四 就是這隻神之水滴 中當第五位 還有無敵勇士 外面二話不說 中當位置還有落滿罐 後一點的馬 拿出去 有這隻行星夢 和合火紅心 鬥到最後三百多米 透出的馬 就開心威龍 埋變神之水滴上來 外面還有智力童心 後多層的馬 還有落滿罐 再後面二話不說 裡面有大雷鳴 還有這隻是時事順意 最後一百米 智力童心透出 埋變神之水滴 追擊它 外面落滿罐 好厲害 最後五十米 智力童心透出 但是三幾步 落滿罐 過就過了 落滿罐 今場賽事 交出相當好的水準 終點前 將出頭的智力童心 趕過了 埋變 跑得對 這隻神之水滴 都是貼了欄 去追一下 回來 就不算特別爆得厲害 跑第三 但是都扔掉了後面 第四名 是不是開心威龍 都很近的 二話不說 合火童心 叫做有份拍的 好了 整場馬就看完了 大家看不見得到 智力童心如何跑 我跟你說 這隻智力童心 在這一場 他的表現 是非常出色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原因是因為大家 留意上場這場的步速 上場這場的步速時間 頭800米是45秒74 這是一個快的時間 快了標準時間 已經是0.46秒 是快很多下的 這麼快的時間 所以對於智力童心 其實是非常之不利的 但是他居然是可以帶掉 後面那群馬 這麼多的馬位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真的不錯 而且他贏了一隻神之水滴 整個馬位 唯一被一隻馬殺低 就是被那隻樂滿冠 但是樂滿冠 是賺了這場的快步速 才能殺低 如果沒有這個快步速 基本上智力童心已經贏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真的不差 上場潘頓騎得不錯 所以 以智力童心上場這麼好的表現 我覺得接下來這一場 這隻智力童心是要繼續買的 唯一不好的 就是 接下來配個騎士是蝕恩 蝕恩肯定不夠 潘頓好的 上場是用潘頓的 接下來這一場 不知道蝕恩 能不能夠 可以像潘頓上場 發揮得這麼好的 但是始終 放蝕恩是有賠率的 我覺得這隻馬 如果有十多二十倍的話 都蠻值得來買的 對了 所以這一場 就想買這隻智力童心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我們頭兩關買哪隻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第三關 我們的第三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八場 這場第八場 就是我們的二班草地B蘭 1650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面 我們其實已經一早 就分析了一隻馬 給大家來聽 那隻馬 就是螢光幕上面的這條片 裡面 就已經分析了 這條片 我們就叫做 如果只是買一隻馬 我們會買哪隻 我們就可以把這條片 裡面的那隻馬匹 就放到下來 我們這一條過關 來買回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還沒看螢光幕上面的這條片 那大家可以盡快來看 那怎樣可以看得到這條片 那大家可以按右上角 好像i字這樣的提示 來按回螢光幕上面這張圖 的那條影片來看 那又或者 直接按進去我們的channel 選擇 和螢光幕上面這張圖 一模一樣的那條片 來看回就可以了 那那個系列呢 就叫做 如果 只買一隻馬 對了 如果大家還沒看分析的話 可以去到 看回我們這一隻馬的 詳細分析 那至於我們這條過關 怎樣來對它投注呢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買回過關方式 三寸四 那之後呢 來買回的彩詞呢 就是獨贏及位置 買回一條獨贏及位置過關三寸四 就是這樣買了 那如果跟我們同路的觀眾呢 那就可以跟我們買這條過關來試一試了 那就是這樣了 那希望 接下來這個賽馬日 那我們這條過關呢 順利開得出 我們一起贏得到錢 那我在這裏 再次祝大家 贏多一點了 那這條片就到這裡 大家記得訂閱 按鈴鐺 還有like comment share 我們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 請下班